这是太极图,源于《易经》中的太极思想,如果我们将其中的白色理解为是儒家,将其中黑色理解为是道家,或许就能明白传统哲学,乃至整个文化的伟大之处,它们之间相互交融,互相对抗,这才催生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华夏文明。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儒道合一,自诸子百家至今,已经过了近三千年的时间,曾经的百家思想,至今依然活跃的,就只剩下了儒家和道家,想要学会儒道合一,就先要搞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,我们先从儒家说起,儒家源于春秋,起于孔子,传于孟子,其核心思想,就是教我们如何做一位君子。 如果你学习儒家,首先就要格物置之,要拥有崇高的道德标准,并且要始终如一,要学会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,在教导别人之前,首先要反省自己。 这个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要有匡扶天下的理想,有无坚不摧的意志,作为一名儒者,从小就要认真学习,要学而不厌,惠人不倦,要三人行,必有我师,要学而实习之。 不亦越乎,因为只有自己变得强大,才有可能去改变别人。 长大后要学会理智,学会克制欲望,要人远忽哉,我欲人私人质疑。 人类与禽兽最大的区别,就在于理智和文明,禽兽无法控制欲望,但人类却能够克制欲望,不会成为欲望的奴隶。 成年后面对世界,要避免自己成为小人,要学会用正确的方法逐利。 这个就是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,不辱终年,要学会为天地利心,为生民利命,为往生寄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 这些话听起来像是鸡汤,但如果没有哪些是国家为己任的先辈,或许也不会有我们现在的生活。 如果再也没有了是国家为己任的人,那又会怎么样呢? 历史上有很多人,他们真正做到了舍生取义,叫做生亦我所欲也,义亦我所欲也,二者不可得奸,舍生而取义者也。 如果生在污浊的世界中,这样的人生肯定充满苦难,但苦难就如同君子身上的配件,是我们对抗乱世的武器。 此后立德立功立严,就成为了圣人的唯一标准。 坦白来讲,儒家确实爱说大话,但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,我们所信仰的民族意识,就是源于儒家这种舍己为人的心态。 我们再来看到家,儒家让人不要做禽兽,而庄子却喜欢与禽兽为伍,到家起于老子,传于庄子,其核心思想就是让我们不要成为君子,要学会顺其自然,无为而至,孟子讲成为圣人。 庄子就说成为俗人,儒家信仰圣人,到家则厌恶圣人。 庄子说我就喜欢做个俗人,就想要放纵自我,人生来苦难,为什么不能活得轻松一些呢?如何能将痛苦的人生变得快乐? 这个就是到家的精髓,一开始庄子还说,儒家就是道德的奴隶,把名声看得太过重要,这个叫做执念,到了后来,就直接撕破了脸。 庄子就说,儒家就是假人假意,什么仁爱,什么理智,已经变成了统治者的武器,每个人都追求名声,那就要出现争相,到头来,始终有人得不到名声,于是就出现了反导。 当我们推崇读书时,总有人读不懂书推崇美女时,总有人得不到美女,还有推崇富,但总要有人穷推崇德,但总要有人无德,其实可以理解为是我们今天的内卷,庄子就是朱子百家中的躺平学大师。 从这里可以看出,儒家和道家有着严重的对立关系,儒家倡导人,需要每个人都可以相互关爱,但道家倡导不仁,认为只要出现关爱,就会出现偏爱,这个就是不公平的来源,儒家倡导有为,需要每个人都要成为君子,有为地改变自己,改变世界,但道家却倡导无为,认为无为就是无不为,这个自然运转的世界不需要你有为, 儒家是站在人的角度看世界,通篇都是人应该如何,人应该怎么怎么样,但道家却站在道的角度看世界,是一种跳出世俗的观念,这个就是儒道的对立关系,一个做家法,让自己学会什么成为什么,不断地提高自己,一个做减法,叫做未到日损,损之又损,以至于无为,如果再进一步就会发现,儒家讲的是,拿得起, 要承担巨大的责任,而道家讲的是放得下,要追求个体的本性,虽然他们的切入点不同,但却殊途同归,如果将这两门思想融合,也就看到了儒道的伟大之处,历史上的大人物,几乎都是儒道合一的求心者,没有儒家,就没有历史上那些是天下伟,几任的英雄,没有顾炎武的天下新亡,匹夫有责, 或许早就没有了文明的底气,他决定着中华文明的上限,在困境中的反击,在顺境中的扶摇指上,但如果没有到家,就没有了淡薄名利的隐士,没有了李白求仙问道写下的诗句,也没有了采取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的这份宁静志愿, 他决定着中华文明的下限,在困境中的随缘悠然,在顺境中的智慧,所以,儒道结合,才是传统哲学的精髓所在,例如,诸葛亮没有到家,他就不会在沃龙岗隐居,没有隐居室外洞察天机,没有儒家,也就没有带领蜀国的征战,没有出师表,也没有家国天下的气度,春风得意时我们长风破浪会有时,直挂云翻济沧海,而遭遇变故时, 直则归去了西田园,将无虎不归,我们常讲刚柔并济,儒家就是外刚内柔,表面坚强,却内心柔软,看起来强大,却最容易被腐蚀,所以历史上儒家盛行不久后,势必要迎来困局,到家是外柔内刚,表面弱小,却内心强大,看起来柔弱不堪,内在却霸气十足,所以每当到家接管时,总能够物极必反,摆脱困局, 这个就是反者道之动的规则,人这一生,就如同一个文明的历史,要遭受数不清的挫折,顺风的时候,我们就要像儒家一样,达则兼济天下,落魄的时候,我们就要像到家一样,学会看透和洒脱,这样的文化和精神,才真正让我们走上了不败之地,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,喜欢请点赞,关注转发,感谢观看,我们下期见。